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我要最续网出品的 Excel VBA视频教程 今天我们学习第四课 Range引用与缩影值 那么前面我们学了 关于Range的用法 那么这几个我们来看一下 在Range区域中的每个单元格 我们可以用 缩影号来表示 那么它的写法就是这样写的 Range 然后写一个单元格的区域 后面再括号 注意括号 两个括号之间没有点 然后区域后面 接一个航号和列号 它的写法是这样 完整的写法是这样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它只有一个数字 就像这个 这是单元格的区域 后面再接一个括号 括号里面只有一个数字 它并没有像我们刚才 说的这个写法这样 有航号列号 如果它只有一个数字的话 它的顺序 是从左向右 从上到下 这样去选取的 那么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看 现在我引用了 这个A1到C4 就是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如果我要选择第三个 要选择第三个单元格 我按F8看一下 是不是定位到这里 它并不是说123 并不是到这里 而是123这样来看的 那么如果你写上4的话 再看一次 是不是它就换到了这个地方 因为123 因为123 4 对吧 它是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 进行选取的 那么我们用的方法是Select 第二个 它实际上是以前一个单元格 为参照的 为参照的 现在我的 引用的区域可能会变了 变成B2到C4 也就是这个区域 B2到C4 那么在这个区域里面 我想选择第三个单元格 那么这个时候 在这个区域的第三个单元格 是哪一个呢 是这个吗 是这个吗 那么我们运行一下 我先把前面这个 给它注视掉 然后呢 F8 看 它选的是这个 为什么是这个呢 因为它是以这个区域为准的 那么 实际上是以这个为准 对吧 最左上角的这个 一 二 三 所以它选择是 这个H 所在的单元格 三嘛 好 就是这个 接下来再看 还有一个 如果它是小数点 如果是小数点 是怎么 怎么取舍的 也就是 把这个3.4 看着3呢 还是4 看着3还是4 我们先看一下 下面的这个说法 如果说它的缩引号 出现了小数 那么我们按照4舍6入法 4舍6入5单双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4就舍掉 6就往上进一个 然后5呢 不确定 还得看是单的 是双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规律 首先我们来写1.4 1.4 1.4 4的适合 如果是5呢 我们再聚取一次 那它就选了2 对不对 选了2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它应该是把5 向上进了一位 所以是 这个区域的第二个单元格 到这里来了 那么如果我把它写成 把这个换成2呢 就是2.5 按道理说 它应该也 2.5就进位成3 我们看是不是 它还是2 对不对 这就奇怪了 刚才1.5 它可以进位到2 而2.5呢 它还是2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就是遵循的 4舍6入5单双 也就是说 那么它前面的这个数字 是单数 也就是是基数的话 它会往前进一位 如果是双数 也就是是偶数的话 它会保持什么样 舍掉 把它舍掉 你就看 前面如果是基数 那么如果是5的情况之后 它就会向上进一位 如果前面这个是偶数 那么5的话就会舍掉 你看 我们再来做个试验 如果我写3的话 它就会 按一下 是不是 它就会选择4 如果我写4的话 那么它还是4 它没有进位 因为4是一个偶数 这种4舍6入 5单双的算法 我们叫银行家舍入法 这个可能 大家可能平时没有见到 这是一种经常用的一种 手入的方法 大家记住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后面的 这个行列号 它的定位 就是现在我们行号列号 都用上了 就像这个一样 那么在A1到A4 我用上了 这个什么样 三行二列 三行二列 那么就是 第一行 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然后第一列 第二列 就在这个H 我们看看是不是 H定位好 而后面有小数的话 它同样是采用的上面这种 4舍6入 单双 也就是银行家的手入法 定位在这里 那么1.5就是2 第二行 对不对 2.5还是2 那么 所以是二行二列 二行 第二行 二列 一列两列 是不是定位在这里 那就OK了 就OK了 好了 关于这个 入润级 它的缩因值的表达方法 我们就讲一下在这里 下一刻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它的一个例子 好 这支课讲到这里吧 谢谢